因寿最恨的是博弈考 最嫉妒的是鸡昌 因为这父子俩有他想要却得不到的一切 有人可能要反驳我 说王都得到了天下 还有什么想要却得不到的 鸡昌父子间的人孝父子情 恰恰是因寿穷尽毕生都得不到的 我们先来看鸡昌父子 鸡昌在山洞 通过玉环认出长大成人的鸡发 立刻喜性欲色 或有些骄傲的说 这是我鸡发呀 在其他博侯与杀者灭口时 更是全力相护 而博弈考 他一出现就从崇昌彪剑下旧的激发 问弟弟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这八年来有没有被人欺负 我一口来招哥就是来送死的 没打算活着回去 在明知道会死的情况下 依然千功有礼 面不改色 这说明他一点都不害怕死亡 他唯一害怕的就是 殷兽不答应他 屁父去死的请求 这种父慈子孝 是周王一生都渴望不可得的 周王去牢里看鸡昌时 跟他说过一句话 你知道我的父王是怎么对我的吗 我们仔细回想一下 殷兽难征北战 出生入死后 班师回朝 殷兽的父王白发桑苍 坐在车上 面对九死一生 胜利归来的殷兽 看都没看一眼 全程跟苏护尚且说了几句话 跟殷兽一句话都没说 连句辛苦的都没表示 反而是长子殷琪 珍珠华福 一脸巨傲 居高临下的结果战利品 殷琪胡子都花白了 第一还叫他企儿 殷兽出生入死的大江山 都没能获得父亲的一句称赞 一个眼神 安安全权在王宫里待着的殷琪 兴之所至 乱无几下剑 就能把老爷子斗得心话怒放 呀 我儿子为我五件庆祝 真孝顺 可想而知 殷兽小时候受个多少气 而且四大伯侯会偷偷聚在一起 本质上就是不服 不知第一 诸侯也没把殷兽放在眼里 觉得他不配上位 他恨大哥 也恨父亲 但是没意识到自己这种恨 是在爱的背面 他没有办法理解父爱 所以他能做出命令至子 在大殿之上 弑父这种荒唐行为 面对博弈考替父去死的请求 博弈考与姬昌 激发之间的父子之情 是殷兽所向往 但又摇之不及的 可是他不愿意承认 得不到就毁掉 博弈考甘愿一死 换父亲生 这在殷兽眼中 就像个笑话 他心里想的是 凭什么我是个杀了父亲的人 而姬昌的儿子 可以替父亲去死 我父亲年迈体弱 恐不堪牢狱之苦 根性大了 放得回西西 我可以替他去死 你博弈考也太清高了吧 你为什么要到赵哥来 你在西西待着不好吗 你的父亲姬昌死了 你的兄弟在我这当质子 你就是名正言顺的西齐之主了 这滔天的权力 都比不上你们的父子情吗 您说既希望博弈考死 又害怕博弈考真的可以死 他或许会觉得博弈考太傻了 毕竟在他的眼中 父亲这两个字始终是缺席的 以至于他用了一个 非常变态的方式来报复 博弈考 你不是很爱你的父亲吗 他现在在吃你的肉 姬昌 你不是很爱你的儿子吗 怎么连他的味道都尝不出来 所以他才会说出 你知道我的父王是怎么对我的吗 言外之一 你不用恨我 要恨就恨我父亲 我的父亲和你不一样 我的父亲带给我的 就只有这些 殷寿其实是另一个苏全孝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先来看苏全孝自尽这场戏 这场戏表面上是殷寿 POA苏全孝致死 实际上是殷寿成长环境的 另一个缩影 先问一个问题 冀州至子 为什么叫苏全孝 苏全孝劝生父详 是逆生父义 不孝 反了养父 是逆养父义 也是不孝 但是苏全孝还有一条路 就是自裁 他自裁了 是替生父赎罪 是给养父尽忠 这是全孝 在自裁之前 苏全孝忽着说的那句 这个时候POA之神殷寿 脸上不是愤怒 不是镇定 而是悲伤 为什么悲伤 因为殷寿说是统帅 其实也不过是 不被父亲重视的 另一个苏全孝 苏全孝让殷寿意识到了 自己在外征战多年 父亲也有可能不认识他了 殷寿甚至比苏全孝还惨 苏全孝好歹 还有殷寿这个当榜样的养父 殷寿不但没有养父 生父比这个舍妻亲子的苏护 还恶心人 殷寿去牢里看机场时 跟他说过一句话 你知道我的父王 是怎么对我的吗 我们仔细回想一下 片中为数不多的 殷寿和老伤王 弟义的相处细节 殷寿给老伤王献上苏护首级 老头子没有表示感谢 也没有夸赞殷寿 好像这一切顺理成章一样 电影还特意给了一个特写 老头子全程看的是 装苏护首级的盒子 老头子全篇没几句台词 跟只剩个头的苏护 都尚且说了几句话 跟殷寿是一句话都没说 不但不跟殷寿说话 看都不看他一眼 把这个刚刚从尸山血海 出生入死 征战回来的儿子当空气 殷寿让美男们挑战无助兴 想以词取悦老头子 老头子呢 面对殷寿安排庆功舞 看都不看 直接睡着了 好家伙 打狗还要看主人 在殷寿庆功宴睡觉 说明根本不把殷寿当回事 庆功宴上睡觉也就算了 感觉到老年人较多吧 大儿子殷寿一准备跳舞 看把老头子乐得 一脸的心花怒放 一声声起儿起儿的叫着 我儿子为我舞剑庆祝 真孝顺 小儿子殷寿 征战沙场 出生入死 活里来水里去 打江山 都比不上大儿子殷起 随便无两下见 更能让老上王高兴 这种残酷对比 换我 我也心里扭曲 我们带入一些阴寿视角 作为第一 不受重视的小儿子 他从小就遭受不公平的对待 无才无德 无能的哥哥 扬尊处优 锦衣玉食 就等着有一天能继承王位 成为下一任天下公主 而自己南征北战 全身落满病痛和伤疤 想要用堆积成山的战功 来换得父亲的一句鼓励 可直到父亲去世 也没能让他感受到 被父亲认可的滋味 只有父亲把他当空气般的无视 他在大殿上逼智子们 师父是曾说 我初看的时候 以为又是一段顶级PUA话术 但我二刷才发现 这话里字字句句 也是因寿自己的处境 我的父亲把那无能的哥哥留在身边 享受荣华富贵 却把我扔去战场 那苦寒的不毛之地 不管我的死活 因寿PUA质子团 让他们也杀掉各司的父亲 不单单是政治手段 要收拢权力 更是一种群求法理上的同类慰藉 他这一大段PUA的台词 其实就一个意思 快杀了父亲 快和我做同类 为什么因寿不直接 砍了苏全孝的脑袋 因为这个可怜的质子 就是曾经的他自己 所有全孝的质子们 都是曾经的他自己 在面对四大伯侯 集体造反的局面时 因寿给了这些质子们两个选择 你是做曾经的全孝 还是和我变成是父徒兄的恶魔 反正因寿决定做恶魔 他想活 永永远远 千秋万世地活下去 杨乐在风神中的博弈考 虽然出场只有三个镜头 加起来不到十分钟 可他就在那站着 只一双眼 就让人感觉到心疼的悲壮 把历史上的文武双全 替父父子的博弈考 刻画的深入人心 可以说是风神第一部的白月光 他也是整个影片当中 唯一一个穿着暖色调的人 讨厌把片中唯一的暖色光给了他 弟弟吉巴志向宏大 想要征战四方 为了弟弟前赴昭歌 追随昼王的心愿 即便知道他在比武的兵器中 动了手脚 也为言语 默默把机会让给他 殷伤 一个铁绚蓝 而称霸天下的时代 一个以战功与刀疤 获得尊重的时代 所以靠即便有着出色的身手 和过人的文才 谁依然选择农耕 以卖收造福一方百姓 和父亲吉昌在田间对话 温润如玉 过程中谈及吉巴 也是一直带着笑的 父亲让他不要离开习奇 人算是神难 不要善利休息 没有多言 但他是懂得暗示的 不过他还是到了赵哥 问吉巴 吉马车珍宝 能不能换回父亲 了解不能厚 也说父亲年迈 甚至父亲正直 不会认错 弟弟安慰 会想办法 他也明白 弟弟其实没有办法 父亲体弱又等不起 他带来了自己 精心调教了八年的 两匹雪龙鞠 一匹留给父亲 一匹留给弟弟 却没想过自己活着回去 这两匹雪龙鞠 是当年父亲送给我们的 日行千里 最善失徒 你什么时候想回去 只需要对他们说两个字 回家 我以后说 他把雪龙鞠调教好了 可以带吉巴回家 我们都知道 老马可以食徒 但是再怎么食徒 他也得是多次走过这条路才行 所以博弈考一定是在过去八年里 无数次骑着雪龙鞠 往返 昭哥和西齐之间 那可是从河南 赫壁 到陕西 宝基 全程七八百公里 在来昭哥之前 西齐和昭哥之间的路 他已经骑马 跑过了千万遍 这才能让两匹雪龙鞠 在听到回家的命令时 能立马带着吉巴 回到家乡 家国威王之际 在明知道会死的情况下 他依然千功有礼 面不改色 他一点都不害怕死亡 他唯一害怕的 就是阴寿不答应 他替父去死的请求 他将自己的生机留给父亲 将无私的爱给予弟弟 纵使伸手益处 纵使被做成肉饼 他也始终无怨无悔 影片最后 激发大战咒王 逃脱深功报的邪术 在江河中 死里逃生 雪龙鞠的身影 贯穿始终 当满身是伤 再无力上马的他 憨倒在江岸时 雪龙鞠卧地 接他上马 他扶在马背 轻声换了两个字回家 或许伯逸考 从来就没有离开过 自己的父亲和弟弟 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保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